王尔杰1979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肺市中国内地女演员 4岁时考进了小天鹅艺术团 12岁时被特招称为某集团军一名文艺战士 后到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学习 1997年毕业后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并且与佟大伟、杨荣、冯绍峰等都是同班同学 相对而说,同学纷纷而红,只有他不红 其实早在王尔杰在校时就出演了兴梦恋人 甚至比当时的这几位同学起点都要高一些 毕业之后王尔杰虽然又接拍了几部戏 但是没有太大的反响 一直不温不火的他在2003年遇到了赵本山 并且出演了赵本山自导自演的第二部农民题材电视剧《马大帅一》 饰演愈分愈卷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加上赵本山的热捧紧接着又出演了《马大帅三》 自此以后王尔杰的演艺之路开始火辣起来 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赵本山曾邀请他一起上春晚 不过王尔杰却拒绝了这个大好机会 在拒绝赵本山之后 王尔杰将重心更是放在了演艺道路上 并且拿下了许多奖项 而近两年很少看到王尔杰的作品了 原来王尔杰和于扬在经历了四年恋爱之后 于2011年在北京登记结婚了 婚后的他还剩下了一个儿子 如今已经成为妈妈的王尔杰 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也许相较于娱乐圈中的纷繁杂乱 他更喜欢归影后的平静于安宁吧 再次我们也祝愿他 能够越来越美丽 同时也活出自己的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